二月盛开的花有梅花 它的花期在每年的二到三月 梅花的花语是坚强和坚韧不拔 茶花也会在二月开花 它受到许多花卉爱好者的喜爱 适合作为盆栽养殖的爆春花花期已在二月 还有马蹄莲也会在二月开放 它在欧洲经常作为新娘的手捧花出现 梅花是我国梅花之首 它的花期在每年的二到三月 天气还比较寒冷的时候它才会开放 梅花比较常见的颜色有白色粉色和红色 我国各个地方都有种植 梅花的花语有着坚强和坚韧不拔利死 深受中国古代为人的喜爱 茶花的花期在每年的一到四月 根据品种和地区的不同 开花时间也有所差异 茶花在生活中很常见 开花时花朵很大 柱形优美 颜色有很多种 香味清雅受到很多花卉爱好者的喜爱 二月是茶花盛开最旺盛的时期 暴春花也是在二月盛开的一种花 它的盛开寓意着春天即将的到来 它喜欢在温暖的环境中生长 暴春花是一种二年生的草本植物 适用于盛树养殖 它开花时有许多种不同的颜色 可适合在家庭中养殖 在寒冷的二月还可以看到 马蹄莲的盛开 马蹄莲的花期在每年的二到三月 它的花朵装如马蹄花形可爱 很多欧洲国家新凉的手捧花 马蹄莲的花语为圣洁虔诚 可以寓意为无瑕的爱 非常适合送给喜欢的人 我们下期见